第631章 人伤大翅天刀败 大翅天刀那红硬硬的刀体在微微发颤 这是什么情况 72号第一时间发现情况不对 他心头悸动 强烈不安 如果大翅天刀败了 他必死无疑 什么活性金属 不灭的躯体 根本挡不住之宝一击 事实上 现在他的状态也很不好 72号直径百米的头颅 被打出很多大坑 更有很多窟窿 全是被对方的元神之光化成的武器轰击的 你脑袋又坑了 漏风了 王轩说道 进一步杀来 无量剑光化形 化作起伏的汪洋 宇宙虚空中 到处都是仙剑 72号的脸顿时冷了下去 虽然是事实 但是这种描述笔 直接骂他还过分 他急躁了 大翅天刀刚才莫名轻颤 甚至 连那彻照黑暗宇宙的刺目赤侠 都略微暗淡了瞬间 让他跟着紧张 深空中 那杆枪更凶悍了 将自己当成大棍 轮动成了一个光轮 当当地在那里猛砸不停 流火倾泻 规则碎片飞溅 宇宙虚空塌陷 遇到枪和大翅天刀死磕 杀伐激烈 到了白热化 很多人见到这一幕都在出神 这到底是一杆枪 还是一条长棍 72号有严重的危机感 头部破了 大坑套小窟窿 当中的精神能量构建的神盒隐约可见 他赶紧转移神盒 去和火种碎片交融 哪怕承受着莫大的压力 也要去寻求保护 不然的话 真的很危险 轰的一声 秩序神音恐怖扩散 王轩趁他转移神盒之际 一脚将72号的头颅给踢爆了 百余米高的铁头炸开 超凡光芒四散 场面相当射人 同一时间 王轩的眉心晶莹起来 元神之光更为绚丽了 一道接着一道地飞出 化成仙炉 凝聚成小鼎 显照为仙剑 浓缩为精神铁锤 各种元神兵器 呼啸着 带动规则之力 向着机械族强者的身体冲去 再次打出一个个大坑 72号危机意识强烈 总觉得大赤天刀 那里的战斗不稳妥 难道还真打不过 偏远宇宙的土质宝 其实 他隐约间猜测到癥结所在 大赤天刀断裂过 哪怕对接了 重组了 大概率也有大道之伤 唯有靠我自己 堵住他的毅力空间持才行 断了那杆胸腔的力量源泉 72号爆发 不计代价的提升自我 此时 他的火种巨阵 照耀出不朽的光芒 他全身璀璨 施展自己的最强神术之一 他以神盒在虚空中 具现化一口闸刀 西 机械族狩猎神魔时 他们斩仙 斩魔 斩掉了旧主灰下的 各种超凡物种 自然有不少强大的手段 斩仙闸刀 可以说是机械族 顶级秘术之一 经过起源火种招射后 是该族演绎出的 第一组绝学之一 以精神为影 观想狩猎神魔的大势图景 最后凝炼那种 大时代背景下的煞气 王轩感觉到了危险 那口黑色闸刀凭空出现 无视距离 快速出现在他的眉心前 他并不大 只有巴掌掌 甚至 他也无视了王轩的肉身 要钻进他身体内部 去砸掉他的原神 然后 他就便真的在王轩的头颅中 模糊显化了 诡异而圣人 防不胜防 哄 于此时刻 王轩严肃无比 心中有各种妙法 但在神感中私存 他动用的是 石板经文中的神形之法 此法可提升肉身 更能在精神领域中 发挥出无比的力量 他的神形 自然是以人为本 原神发光 形态和他的肉身一模一样 最为关键的是 密密麻麻刻上了神形符纹 穿上了甲皱 并斥掌各种兵器 当 在精神领域中 这是一次可怕的大碰撞 王轩的原神 右手轮动狼牙棒 左手挥动天刀 头上悬着一口大钟 周围更是有许多原神符纹神剑 一起招呼了出去 斩仙闸刀才要显化 还模糊呢 就被逼迫出去 而后被砸飞向远处 王轩的原神发光 从天灵盖冲了出来 直接俯冲过去 神形密立无双 一顿暴杂 数十上百计后 斩仙闸刀当场崩碎了 在此过程中 他的肉身也没有停下 如影随形 跟了过去 展开攻势 因为他早已适应这种节奏 这么多年来 他的原神一直神 由于超凡源头世界 体内留下生命本源印记 留下部分精神 就能和原神共鸣 共感 可以直接无误地行动 72号看的眼睛 都有些发直 无往不利地斩仙闸刀 就这样被人暴力砸磨了 他的原神剧痛 那可不是凭空幻化 是他的神盒在提供力量 面对那个暴徒 机械族的绝学 竟然直接崩溃了 这时 虚空被展开 王轩的法体杀来 全身喷涌剑气 构建出一对非常恐怖的剑意 他振斥而行 同时 足有十个剑轮化形飞出 在前方开道 无坚不摧 冲着72号就杀到了 在规则之力的可怕铿锵神鹰中 机械族的强者 其庞大的金属躯体流霞四箭 在被肢解 尖头出现窟窿 妖子被剑轮贯穿 虫组的头部又一次被打爆 72号又惊又惧 他竟然要败了 他曾经吸收了一小块 起源火种碎片 对他这样的机械族生命体而言 简直有些像是天命之子 是无法想象的大造化 一旦回归超凡大宇宙 他就能更进一步蜕变 任何一块起源火种碎片 都能造就出一位最顶级的机械族强者 眼下 他不想败亡 必须熬过去 一时间 他的心口那里 火种沸腾 有真实的恐怖光焰倾斜出来 以毅力本源对抗王轩 不得不说 毅力本源很恐怖 对于机械族以外的生灵来说 简直像是毁灭性的物质 让血肉之躯难以承受 王轩的十个剑轮 顿时有半数以上暗淡了 那团火种爆发 沸腾出来的物质 烧得他的肉身都剧痛 不过 他忍住了 能够抵住 这么多年来 他在做什么 一直在探索超凡源头 十几年如一日 接受诸如红色物质等的冲击 王轩没有躲避 硬抗住了 当然不会直挺挺地拿肉身当盾牌 他的剑轮 还有左右两侧的剑椅 全部斩了过去 铿枪作响 接着 72号的大腿掉落一根 左手臂断了 扑的一声 其胸口被剑轮给搅开了 打出一个前后透亮的大窟窿 一道剑轮冲着火种就过去了 火种碎片带着奇缘神 快速转移 冲向72号庞大的 金属躯体的其他部位 在枪枪声中 王轩在肢解机械族强者 争争争 突然间 有圣人的剑名爆发 72号的身体极尽璀璨 他演绎同样的剑轮 剑一等 和王轩施展的斩道剑 一模一样 这是机械族三绝片中的第一篇 可临时化来对手的一种 杀手剪辑的秘书 只要对方施展 就能立即模刻 短暂完美地呈现 72号一直没有轻易 动用这第一篇 始终在安静地等待 想确定出王轩的 最强杀法手段 好出其不意的模刻 反杀 早先 他很重义 石板经文中的神形 那种原神披甲而出 如暴徒般征战的画面 让他心动 但是现在 他撑不住了 马上就要被剑轮瓦解 并击散火种了 他只能选择复制眼前 这种剑光 事实上 王轩的秘书和妙法太多了 很难说清 哪种手段更强 还有更多的未曾施展 一直让72号犯男 不好选择 吃吃吃 剑光爆发 剑轮一个又一个 全面向着王轩斩去 确实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让他满身是血 身可见骨 甚至 连他的眉心都中了一剑 差点就被打穿额骨 一瞬间 王轩全身上下 最起码有上百道伤口 血淋淋 这确实出乎他的预料 对方关键时刻 竟打出了足以媲美 他的杀手锏的一击 一刹那 王轩全身发光 所有伤口都愈合了 连被斩裂的骨头 都顷刻恢复 付出的代价 仅是脱下一张皮 那张老皮也没有留下痕迹 煞石燃烧 化作尘埃消散干净 金铲斩鞘绝 这是最强大的复活神术之一 事实上 王轩都没有兵临死尽了 现在动用这种神通 有些浪费 主要是 他掌握有多种 相类似的无上秘法 多年以来 他始终在苦修 将收集的各种经文 都研究了一遍 今天 他在实战中 检验某些数法 王轩全身发光 雷霆如雨豹 不断轰向72号 这是万仙杜杰曲 妖主父亲的功法 将机械族强者破损的身体 再次打得崩裂 很快 无尽火光焚烧 一张图卷映线 一盏古灯由规则构建 显照出来 燃烧倒运 极尽恐怖 啊 72号破碎的身体 被烧得融化 甚至湮灭了部分金属躯体 这是燃道图卷 孙家未改善关系 上贡给王轩的 陈旧金属版上的记载 原本他不认识那些文字 但经过生命迟翻译 王轩洞悉 这是有燃道灯 所在文明的至高精卷 现在 他施展出来 威力强决无品 秩序神音如浪涛起伏 王轩一拳轰出 将破碎的72号 打得大半截身子爆开了 天空中 遇到枪杂的大翅天刀暗淡 剧烈颤抖 长枪居然力压 超凡中央世界的顶级围禁物品 震撼人心 外界 无论是原道 还是浊空和猎龙者 都心惊不已 这个偏远宇宙的质宝 竟能压制大翅天刀 什么顶级围禁物品之一 就那么一回事 稀罗我是土质宝 若是被我击断的话 看你们还有什么脸 遇到枪很硬气 在那里发出意识波动 确实不只是嘴硬而已 他的实力 让人无话可说 遇到枪化成大棍 还在猛烈轮动呢 发出嗡嗡的道鸣声 成为璀璨光轮 带动无尽规则之力 留下数不清的残影 不断死磕 大翅天刀带着满星空的赤霞 让这片宇宙虚空都在战里 他猛然正开遇到枪 向下劈杀过去 遇到枪第一时间回防 经营两色纹理交织 将王轩保护在内 他自身也俯冲 煞事赶到了 然而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大翅天刀并不是冲着王轩去的 而是斩向72号 事实上 到了这一刻 机械族的强者72号 被王轩都打碎了八成以上的躯体 不成样子 即将被彻底割杀 破 赤银银天刀划过 无量红侠淹没星空 他一刀将72号斩碎 直接湮灭 彻底不见了 与此同时 他卷走了那块璀璨的火种碎片 一刀撕开时空漩涡 就要冲进去 从这片战场消失 还想走 刀必须断 火种更要留下 遇到枪爆发强大的意识波动 被王轩攥在手中 两者合一 横击大银天刀 第632章 宇宙起大风 灿烂的时空漩涡 在漆黑的宇宙中 像是一个漏斗 两件围禁物品都冲进去了 光芒一闪 瞬间熄灭 整片世界都安静了 深空中恢复冰冷 死寂 这里什么都没有留下 连72号的机械之躯都湮灭了 外界 所有人都惊呆了 大战分出胜负了 可是 最后关头 那口可怕的大银天刀赤侠亿万缕 怎么将持有者剁掉了 许多人都在怀疑 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歹毒啊 阿姆心欲 大圣灵卓空 一口老血喷了出去 眼前发黑 心痛而又失落 这次的损失 无法估量 一定是63号 他和大银天刀 始终有联系 是他在遇到 黑袍下的卓空 伸出一只手 轻筋突起 整个人都在发抖 大圣灵烈龙者坐在飞船中 胸膛起伏 感觉难受得要死 想大吼出来 自然在第一时间想到63号 他们等于在为此人蹚路 这次无论成败 63号都稳赚不赔 赢了的话 他将获取毅力空间池和火种 输了的话也有保底 反杀72号 卷走火种碎片 两个大圣灵长子都毁清了 牙都要咬断了 实在没有料到 大赤天刀被启元63号掌控了 数百年前 另外半截大赤天刀 才在线时间 得以重组 这么短的时间内 根本不可能被炼化 按照推测 最起码得千年以上才行 63号有大问题 他应该早就得到了两截断刀 但是 大赤天刀太凶 他一直在分开炼化 数百年前的天刀出土事件 现在看来是假的 那个时候 他就对我们有些恶意了 大赤天刀 应该是近年被彻底炼化完成了 两人扼腕长叹 通过眼前的事实 想到这种可能 瞬间 肺里边像是着火了 简直吭死他们了 利用完后 又剥夺了 他们两人最大的仪仗 这种风格 不像是机械人的手笔 越来越像失联的那个人 不好 如果是他 这是还没完 两个大圣灵 黑袍下的面孔 神色都变了 急切而又焦躁地下令 立刻起航 离开这片星域 现在他们的巨剑 停在云拓星域 和交战的荒芜之地 是相邻星域 隔着一条宇宙裂缝 时空漩涡从原地消失后 在深空中又再现 一口红阴影的长刀 风锐无匹 切开星空 带着无边的赤霞 照亮黑暗的宇宙 耀眼之急 冲了出来 一员一枪紧随其后 凝结为一体 爆发出恐怖的枪芒 撕开大宇宙 接连数十上百道光束 比混沌雷霆还可怕 打得刀体矩阵 再次远去 一瞬间 他们进入了 那条宇宙裂缝 从有至高神传说的 荒芜之地跨星域 要从这里 进入云拓星域 在有迷雾缭绕的 未免裂缝前 两件兵器 又发生了一场激战 大持天刀被追击了 逼狠了 掉头猛劈猛斩 那一刀又一刀 可怕的光束 实在太刺目了 红霞茫茫 无处不在 像是跨越了远古时代 横贯到现实来 红艳艳的刀光亿万重 阿木星域 相距大战之地足够远 一艘巨剑横空 此刻连原道都看得 面皮抽动 心底一阵冒寒气 这都不用谁解说 当中必然有大问题 而且 他看出某些相似的风格 这大概是熟人 在作案 老板 竹空和猎龙者两位前辈 和您同纪术的业内巨头 这是被坑惨了吗 女助理问道 岂只是一个惨字了得 这件事估计才刚开始 63号应该是木 他真的转化成机械生命梯了 原道心中满是阴霾 越发觉得 这件事水很深 让他强烈不安 女助理的金色长发 遮住半张脸 也感觉惊悚 道 木 不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领军人吗 他被判了所有从业者 为什么要利用与坑杀自己人 我对木的身份背景强烈怀疑了 我们快走 离开这里 断绝和熟人的联系 暂时放弃我们的所有基地 原道面色阴沉 他下命令启动巨舰 果断跑路 自语道 我感觉 要起大风了 外界 各方都被震住了 起初很安静 而后世无边的热议 王帝先又一次证明了自己 他是这片宇宙的天花板 那口大尺天刀实在恐怖 一旦出现 连黑暗的宇宙 都被他的红光填满了 刀光胜烈 简直能劈开古今未来 可他依旧被击退了 七十二号明显超越地仙 而且 身上有特殊的超物质 能为自身提供海量的力量 可是 依旧死了 不愧是我梦中都在 心心念的枪仙之路 手撕战剑 枪烈星空 这是多么规律的画卷 我真想跟着上路啊 云拓星域 忠家的一片基地中 忠诚跑到最前沿领域来了 星巢澎湃 宛若是 他在星海中大战 猎仙 诛神 都情绪波动很大 仿佛回归神话时期 再次见到了 昔日最绚烂的光景 一口赤红色的天刀 从未听说过 是另外一片宇宙的质宝吗 还有极度强大的超凡机械人 结果都被杀败了 宇宙各地 有部分人锁定画面 凝视着妖艳的刀光 和刺破星海的枪芒 都在叹息 但凡超凡者 无不在关注 今日的可怕大战 旧土 陈永杰 老钟 青木等人都站在屏幕前 松了一口气 早先说不紧张 可是没有想到 竟涉及到超凡大宇宙中的生物 和违禁物品 这就离谱了 没事了 你们的爸爸赢了 赵青汉心智坚韧 他反倒由最初的紧张 慢慢放松 没有害怕 和家里人一起带着两个孩子 观看了这场大战 大持天刀这次确实被逼狠了 停了下来 何遇到枪死磕 他像是 立身在无尽血海中 让星空都在站立 激烈薄杀 刀光劈开了虚空 让时光都模糊了 照耀出了这片宇宙中 古代的各种奇景 偏远之地 竟出了这样一件兵器 毛坑里的石头 大持天刀发出意识波动 带着无尽的怨气 无法平静了 表达着愤懑与憋愈 遇到枪反倒一声不吭了 往死里打 一会儿化成大棍 劈头盖脸的猛杂 并释放王轩的最强秘法 与杀手锏 符文将那口长刀淹没 一会儿又回归长枪状态 大持天 赵世间 赤红天刀发出像是骤炎般的波动 在刀体的背后 竟浮现朦胧的场景 那是一片灰红壮阔的大宇宙 仿佛要连接上了 让刀光更可怕 它是大持天宇宙中的第一只宝 刀体中蕴含着那片超凡宇宙的 本源符文和规则之秘 现在拼命后 它像嗜邪一方大宇宙在临近 浩瀚 壮阔 深邃 劈了过来 而在刀刃前 则是如今的超凡中央世界的规则之光 无坚不摧 无捕不破 愈发的恐怖了 遇到枪一声不吭 甚至 有些暗淡 直到最后关头 才猛然爆发 不是抡棍杂 也不是 当自己为铁锤去夯 这次枪尖如神红 刺穿时空漩涡 磨灭刀光规则 几种刀刃上的一点 顿时 大持天宇宙的模糊场景 以及超凡中央世界的规则等 都暗淡了 刀体站立 甚至是在哀鸣 那里 出现一点裂纹 有刺目地光向刀体蔓延 仿佛要撕裂它 搜的一声 大持天刀再次没入 时空漩涡中 从荒芜之地 杀到有迷雾的宇宙裂缝 又败走到云拓星域 一路死战 被逼顿走 机械小熊驾驭飞船 在很远的地方跟着 不敢靠近 63号 大持天刀早被你炼化了吗 这次 你要得到第二块起源碎片了 另一片星空中的艰星剑内 深褐色的机械人在发问 63号并没有回应 以深渊黑金为材料的机械体 有些深邃 它在安静地等待 期待 与此同时 宇宙深处 某艘母舰中 有人冷静而深沉地开口 大持天刀带着火种碎片 不断汲取毅力 保持自身超物质充沛 一路展开时空 急速远去 它下一站 出现在浊空和猎龙者的巨舰 曾经悬浮的地方 不过那两个大圣灵提前远去了 留在这里的探测器 一路爆开 早已进入阿木星域的浊空和猎龙者 身上的黑袍烈烈抖动 两者毛骨悚然 同时一阵惊木 它真是过分了 冲着我们来了 拿我们来挡枪 还是想一并 将我们也收割掉 还谈什么过分 63号可能就是木 它有大问题 在这种关头 还想清理掉我们 浊空和猎龙者心头发寒 脸色无比难看 今天不只是损失掉72号 和火种碎片那么简单 有人也想把他们两个 摆放在砧板上 快走 两人下令 不去任何熟悉的基地 只向荒凉的星域远航 怕被截杀 他们注意到 在相关星空节点 留下的探测器 一路大爆炸 说明大翅天刀 一路跟随下来了 这件违禁物品 被彻底炼化了 它有火种碎片支撑 无故技的复苏 真的在追杀我们 浊空和猎龙者 煞时间寒毛倒数 那口天刀复活了 记住了巨剑的气息 沿途跟来 两人面色苍白 63号 木 你这个狗东西 让我们为大翅天刀挡枪 同时 也要割了我们两个的神盒 敲骨吸水 哪怕大翅天刀战败了 你也要利益最大化 不放过一滴油渣 大翅天刀 早先淹没星空的赤霞熄灭了 他这次确实开始真正逃亡了 数次大碰撞 刀体传来一声脆响 让他自身都在惊颤 没有底气了 他曾经断过的旧伤 疑似复发 遇到枪发狠 目标明确 要追上并干掉对手 并夺来起源火种碎片 在他们的后方 荒芜之地和云拓星域间的宇宙裂缝 大雾汹涌 越发猛烈 最后更是起大风了 隐约间有咚咚声传出 第633章真正的目的 什么状况 大翅天刀在追一艘巨剑 外界 有人惊讶地发现 刀光偶尔亮起 在追击一艘神秘的战剑 大翅天刀十分疲累了 有断掉之威 最起码刀刃那里被枪尖击中后 就伤有了一点小裂缝 他一路远遁 却摆脱不了那个不断轮动起来 砸他的恶棍 他只是在被追上时 才会被迫迎战 爆发赤霞 一 有古怪 遇到枪一路追击大翅天刀 而大翅天刀也有自己的节奏 他在追击一艘巨剑 当然 他们所看到的 都是严重滞后的场景 当围禁物品 从某些特定的星空节点飞过时 才会被捕捉到画面 大部分时间 两箭至宝横渡虚空 更有时会穿梭在时空漩涡中 难以追踪 唯有停下大战 才能被远远地看到 外界 很多阵营的人都不解 枪砸刀 刀砍剑 什么混乱关系 唯有堕落者内部的暗网 部分人议论 觉得惊悚 知道那是谁的作嫁 有什么关系 我们业内的泰斗级人物 卓空和猎龙者两位前辈 再被大翅天刀追杀 这是变天了吗 卓空 猎龙者的亲友门徒 心胆皆寒 63号 这个冰冷的收割者不讲规矩 要反杀合作者 前方的巨剑分解成八艘舰船 冲向不同方向 结果 刀光认准了其中一艘 一路追杀下去 他追来了 看来木和我们从来都不是一路人 昔日只是需求性的合作 卓空探道 猎龙者道 老友 看来我们走不掉了 我准备分解神河 希望可以与冥冥中交感 在其他地方重聚精神秘力 卓空摇头 道 估计不行 那是大翅天刀 最顶级的围巾物品之一 能直接抽取散掉的精神能量 猎龙者脸色铁青 道 这么说 注定要被木收割 我不甘心 绝对不能将我辛苦修行一辈子的神河给他 哪怕是炸掉 焚成尘埃 从此形神俱灭 老友保证吧 祝你好运 卓空叹气 拍了拍他的肩头 而后坐在那里喝了一口茶水 你什么意思 还在喝茶 临死反倒放松了 猎龙者惊讶 这个老朋友 心态还真是好 卓空放下茶杯 道 死就死吧 这是我培养的一具天生神体 有我三成的神河力量 我 猎龙者心态炸裂 眼前的老朋友不是主身 只是一具极其重要的神体 这让他眼前发黑 到头来 四大堕落者中 只有他最耿直吗 在绝境中等死 他们这种身份 身为巨拨 平日间精神力内敛 不可能彼此间试探神河 那样会引发危险大战 他真不知道 卓空的身体中 只有三分之一的神河 现在 猎龙者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四大巨头 目狠辣无情 对他们下手了 原道比狗子多灵 提前闻到味 规避风险了 卓空弄具天生神体陪他在这里 唯独他在等死 挖了个戒 最后关头 猎龙者眉心裂开了 精神火光焚烧 他太不甘心了 虽说这个高危行业 不该有真情 不应相信任何合作者 但是 他还是忧郁了 感觉太灰暗了 赤 大赤天刀追上了 一刀划过 庞大的剑船解体 爆碎开来 有刺目的赤匣化成符文 去收集崩散的精神能量 哪怕两大巨头自爆 自毁 也被大赤天光覆盖了 抽走神河之力 最强违禁物品 神秘莫测 手段逆天 不过 这一次虽然仅是瞬间的耽搁 大赤天刀 还是再次被追上了 挨了几枪 坑枪作响 激烈搏杀 这是起因风了 目在收割猎龙者他们的神河 大概这一切 才只是揭开序幕吧 另一片星空中 圆到低语 他很了解堕落中的第一人 对其忌惮无比 你怎么还不断 遇到枪在追杀过程中恼了 感觉打得对方出现裂纹 居然支撑到现在 让他更进一步凶狂了 如果不是我有救伤 当年断裂过 你岂能伤我 大赤天刀憋屈 愤懵地回应 遇到枪道 那只能说你很弱 曾被人击断 我就没有 从来是我击碎别人 你现在也快被我轰断了 大赤天刀并不服输 道 我从未败过 只是和另一件 顶级围巾物品对决时 两败俱伤而已 如果进入超凡中央宇宙 我比在这里更强 便是有伤 也必然斩你 吹什么 断刀 你断过 遇到枪回应 你也就是在自身的母宇宙最强 离开这里 进入其他宇宙 出现在超凡世界的中心 你会变弱 排不上名次 吹什么 你又不是没用大赤天光照顾我 断刀 你断过 遇到枪简单粗暴地 重复着对方断过的事实 偏远之地的土质宝 你断过 当 大道神音响起 遇到枪的枪间刺穿时空 锐霞亿万缕 击中长刀 让他清晰地发出的 喀巴一声规则破裂的脆响 刀面上出现一道可怕的缝隙 再来一下的话 他真要断掉了 外界 并不知道大赤天刀的现状 只知道他在再逃又一次被击飞了 顿入时空漩涡中 事实上 连深沉的63号都不清楚 大赤天刀出现裂痕了 他依旧很平静 这时 有人联系63号 飞船的屏幕上出现一个中年人的身影 和他对话 木 辛苦了 中年男子点头致意 带着微笑 然后问道 你来评估 这个王轩什么技术 果然 63号就是木 被对面的人喊出身份 木开口道 大概绿顶着大宇宙纠错的天花板 又提升了一截 他应该比现在表现得更强 这么厉害 大屏幕上的中年男子皱眉 点了点头 道 这次 递刀给卓空 猎龙者 72号 让他们去汤路 果然很有必要 嗯 卓空 袁道等 不是我们这一戏的人 也该收割了 中年男子舒展开眉头 双目炯炯有神 道 应该敲开天门了吧 出了点意外 大赤天刀在那里停留的时间不够长 他没有按照原计划 血战到底 木敲打桌面 中年男子道 不急 那片地带的探测器 虽然都毁掉了 但是 我们的飞船过去了 很快就会知道结果 木开口道 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毕竟是大赤天刀 最强违禁物品之一 和这片宇宙的第一质宝 在那里激烈硬汉 会有好消息的 中年男子道 如果没有打开天门 这次请你亲自持大赤天刀动手 你有把握拿下巨精吗 他的身体和精神连着稳定的毅力空间池 对我们意义重大无比 63号直接摇头 道 我不会和他动手 在现实纠错的大环境下 他顶着天花板上行 异常危险 好吧 那等天门开启 中年男子点头 他只是商量的语气 没有勉强 突然 中年男子得到密报 略微激动 道 那里不仅大物肆虐 并且起大风了 还传出一响 似乎贯穿了未免裂缝 天门要开了 木的金属双眼 射出神盲 气质变得无比 灵力射人 坐直了身体 中年男子神色正重 道 这么多年来 那里不时有雾气一出 还好我们认真对待 常年在那片区域沟通和解析 大致确定 对岸在传讯 是我们的人 在尝试打通道路 木点头道 这些年来 想尽办法 希望和对面对话 传出大量的信号 看来并不是全失败了 对岸有模糊的感应 准备好了围巾物品 今日两边都动用了 我们宇宙的质保 天门终于要开了 很快 中年人又得到反馈 有最新消息传至 宇宙裂缝那里 大雾浓烈 刚风阵阵 有稀薄的超凡因子 渗透过来 但似乎只有 微不可见的缝隙 那边咚咚声不断 应该是在动用 围巾物品轰击 但是 无法全面打开通道 中年男子说到这里 道 还需要大持天刀 带动玉道枪 一起过去轰击 天刀存在旧伤 它是有缺憾的钥匙 需要那杆 无坚不摧的枪配合 一起刺穿通道 大持天刀 接近我这片区域时 我会和它沟通 木点了点头 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介于道枪 和大持天刀之战 开启天门 打穿通道 至于其他 都是铺垫 都是顺势而为的收割 就在这时 沉稳的63号 也就是木 突然双木爆射霞光 获得站了起来 局面超出它的预料 当 大道神鹰在宇宙中绽放 刺目的联姨 宛若绚烂的海面起伏 将一片小行星地带 全部打穿 而后摧毁 让那里湮灭 外界 各方都震撼 心惊肉跳 因为 大持天刀横飞出去 它断开了 刺目的赤霞淹没星空 如烟花绽放 极为短暂 瞬间便又熄灭 最顶级围巾物品之一 从中间折断 遇到枪这次 不是以长棍的姿态出击 而是以枪间精准 而又霸道的刺在关键部位 一击而已 让天刀断开 中年男子也看到了最新的战况 也藤地站了起来 和穆一样 不曾想到 大持天刀会被毁掉 穆 不要犹豫 让断裂大持天刀去冲击 不计代价 开启天门 中年男子 急切而焦躁地大喊道 第634章传说成为现实 看到大持天刀断为两劫 63号后的起身 很难接受这个结果 体内火种碎片 如太阳般耀眼 毅力沸腾 它那漆黑的深渊黑金躯体 都被照耀的金银通透了 一切都是穆和中年男子等 有数几人布置的局 正在按照计划上演 可是 刀突然断了 这是变故 严重超纲了 赤霞亿万缕的赤红长刀 原本照亮了那片冰冷的宇宙 但现在如风中烛火 坠近漆黑的深渊中 这让计划不完美了 出现莫测的事端 还让63号损失惨重 那是他未来在超凡中央世界 崛起的重器 风神大战之刀 莫 快些行动 你最好亲力亲为 接引大赤天刀 屏幕上的中年男子 焦急地催促 当听到他的话语 63号如冷水泼头 原本躁动 愤怒的心 一下子冷静下去 让他的双目深邃起来 重新审视这个局 以及自身 大赤天刀 对他无比重要 是未来他的风神之物 而那第二块火种碎片 同样价值连城 可让他的生命 本质在提升 但是 他忍住了 现在亲自出动的话 可能会将他 自身都搭进去 我不能接近 只能留下精神之光 和他沟通 深空中 留下一团光 63号启动巨剑 从这里离开 外界 各方皆震撼 猎仙 诸神 但凡经历过神话时代的生物 现在都带住了 即便是超凡盛世 最为辉煌的时期 也没有这种可怕的事件发生 一箭至宝被击断了 如同梦幻般 虽然有传说 如木天境自毁 燃道灯被击碎 但都与这个文明无关 不知道是哪一季的就是了 眼下 他们见证了最恐怖的传说 成为现实 至宝大战 其中有件毁掉了 体验者 堕落者 机械族 也都震惊 纵然来自超凡大宇宙 这种事 也都只是可怕的记载 最起码 他们这片人 以前没有亲身经历过 都只是当故事在听 尤其是 那可是大翅天刀最顶级的违京物品之一 就这么坏掉了 遇到级别的宝物 被毁 堪比击穿神话的事段 注定 要被载入史册的事件 王轩也将因此活成神话历史长河中的名人 哪怕这个文明逝去 超凡如万古长叶 寂静无穷岁月 一旦下个神话时代到来 他何遇到枪 也依旧会被人提及 这是猎仙 诸神的念头 大翅天刀被毁 一旦传到超凡中央世界去 那赶枪和那个人 也都要出名了 这是体验者 机械族的新语 不止各大阵营的人在议论 连质宝也在交流 生命持流动红色物质 有些沉闷 无奈感叹 那赶枪又要嘚瑟很久了 逍遥洲发光 像是在点头 那嘴硬的胸枪 还真没放空炮 击断了外宇宙的那件违京物品 估计他又要吹几个神话时代了 真不想看到 他战胜归来后的鬼样子 遇到枪在效 很满足 此时数百米的枪体都在发光 大到纹里闪烁 他如愿以偿 所有的纹落都在闪烁 要飘起来了 别放松 拿下打 王轩现在的法枪缩小了一些 五百米高 手持晶莹两色光芒流动的长枪 继续注入无尽的红色物质 并施展至高晶片 斩到剑晶 他将长枪当作飞剑再用 预剑而行 追杀两节断刀 要取到手中 大赤天刀虽然断了 坠入黑暗的宇宙深处 但是他并未停下 依旧有意识 有强大的毅力 想要顿走 留下来吧 还有火种 也给我放下 遇到枪追击 枪盲击射 撕开星空 搅碎这片小行星群 一人一枪流动红色物质 染红星空 急速追进 想不到有朝一日 我落魄到这个地步 就伤发作 被偏远之地野榜上的长枪追击 大赤天刀不服 带着怨气 逃亡 遇到枪冷笑 发出的意识波动 只有两个字 断刀 眼瞼一概 便足以说明他的战绩 远方 一道元神之光 等在必经的路上 主动而快速地迎上大赤天刀 那时63号 要和断刀交流 刀光一卷 他吸收了这道意识 两节断刀轰鸣 矩阵 烟红的光流淌 像是血液低落 从本性来说 他不想接受木的建议 但是 面对眼看着追杀上来的遇到枪 他又愤恨无比 眼下没有其他办法 或许只能再拼一次 去开启卫面通道 那是唯一能摆脱遇到枪的机会 打开通道 放超凡大宇宙的高手 带着无损的围巾物品过来 解决掉那一人一枪 云拓心域边缘 就是宇宙裂缝地带 大赤天刀兜了一圈 又回来了 在此期间 他接连被轰击 被阅读至高文理 遇到枪发光 每一次击中他 都在有目的性地探索他的道文 道我大道 大赤天刀发光 轻颤 一路逃亡 惊怒交加 那赶长枪 在解析他的本源秘密 转眼间 大雾弥漫的地带 到了 刚风烈烈 颇为神秘 乐棍 早晚有一天 我会将你斩断 走了 大赤天刀 没入裂缝中 王轩却止步了 持狱道枪二立 睁开精神天眼 面色微变 别人看不清 他的双目中道文流转 瞬间捕捉到 有细薄的超凡英子 在那宇宙裂缝中渗出 一人一枪也闯了进去 刀光比无尽的雷霆还刺眼 照亮此地 干扰对手的神爵等 王轩顿时挥枪 但是 却很谨慎 没有触碰裂缝 只击断刀 小心 枪忙不要乱击射 务必都轰击在断刀上 这是 要开启两界通道吗 他脸色冷冽 63号和中年男子等人 利用信息不对称等 做局 想在今日开启裂缝 放超凡大宇宙 自己阵营的人过来 王轩虽然不知道 需要特殊的两把钥匙 在通道两端同时发力才能开启 但是 自从科技生命之地 曾被打穿后 他对这种地方 就格外敏感了 早先 追杀大尺天刀 从这里路过时 他何遇到枪 都是速战速决 快速将那口红色长刀 打飞了出去 现在看到异常景象 他就更不可能乱来了 动 他听到了道泽的震动声 沉闷而又甚人 宇宙裂缝内部 在对岸方向 那是什么 有重气在轰击吗 他的脸色沉了下来 真是防不胜防 这次他和持有 大尺天刀的 机械族强者大战 这是被人安排好的 被利用了 借力到我头上来了 王轩面色冰寒 遇到枪也在吞吐 规则神盲 杀意如海 那个破落户 一把断掉的刀 竟算计到他身上来了 昏暗的宇宙裂缝 被遇到枪照亮 以一人一枪为中心 划出有形的涟漪 如灿烂的海浪扩张 既然被发现了 我也不隐瞒了 我想回超凡世界 重铸真身 回来再杀你们 大尺天刀 发出意识波动 他爆发了 比太阳爆开还刺目 向着宇宙裂缝劈去 全力以赴地出击 一副要展开此地的样子 当 规则连一碰撞 王轩持狱道枪阻挡 砸得半截天刀 几乎飞出这条通道 但是 另外半截刺入了缝隙中 很明显 是有人在密谋这一切 想开启这条道路 对手想做的是 王轩怎么可能让他们如愿 他自身虽然也想 打通这条道路 但却不是在今日 对面发出咚咚声 那是一件强力质宝在轰击 真要是放进来未知的大敌 短时间内 对方不见得 会被这片大宇宙 全面揪错到谷地 不能让敌人大肆入关 不然他何遇到枪 不见得能挡住 他可能会被干掉 所谓的补金将会成真 道路可以打开 但时间错了 他必须得阻止 王轩持枪 去对付那半截 插在裂缝中的天刀 他在激烈震动 想要打穿道路 远处 另外半截天刀急速划破时空 到了境前 向着王轩劈来 同一时间 这条宇宙裂缝附近 来了不少艰辛箭 火力全开 对准这里疯狂进攻 毫无疑问 这片地带对那些敌人而言 无比重要 他们不计代价 一定要打穿这条古老的通道 这是逼遇道枪 不得不爆发大道规则 守护自身 保护王轩 要借他扩张的力量 开启宇宙通道 控制符文力量 王轩收敛了法体 遇道枪也缩短到两米长 朦胧的大道符文 紧包裹住他们两人 撕开时空漩涡 没入当中 断道 人枪合一 都带着杀气 从时空漩涡中出现 捕捉断刀 在坑枪声中 遇道枪散发道文 禁锢了带饼的那半截天刀 在上面有火种碎片 被卷了过来 这是关键之物 拿到断刀 剥夺火种碎片后 另外半截天刀 哪怕没入裂缝中 也将成为无根的扶平 能复苏多久 一人一枪带着断刀 没入时空漩涡中 从这里消失 来到大雾外部 激烈地爆发秩序符文 干掉那些战戒 在此过程中 遇到枪剥离掉火种碎片 将之夺了过来 并且 伴着激烈的刀鸣声 这半截大持天刀暗淡了 我震散了断刀上的意识 遇到枪告知 那口天刀的意识 被抹杀了 王轩问道 没有 另外半截断刀上 还有他的意识团 不朽不灭 休养一段时间 就能全面复原 这个极数的违禁物品 真正算是万法难灭了 唯有将其道文意识 等整体捕捉道 以更强的质宝不断炼化 才有可能磨灭 将另外半截天刀也镇压 王轩持枪 再次冲到关键之地 此刻 宇宙裂缝中 竟发出淡淡的霞光 轰鸣声游远而静 宛若有大盗之海在起伏 有绚烂的浪涛要拍击出来了 当传说变为现实 道路又一次开启 命运将被改写 一个很威严 留有一头银色短发的 中年男子开口 正在和63号通话 第635章 真实的游戏宇宙 超物之异散 阴晕灵气真实弥漫出来 道路要打开了 王轩拎着遇到枪冲到近前 另外半截断刀钻了进去 他脸色不是多好看 真要让对方成功不成 他持枪挖掘 想把另外一截天刀给薅出来 大赤残刀暴动 哪怕失去了火种碎片 也在爆发 不惜要耗尽身上的毅力 想贯通两地 留在这片宇宙 他黑暗的未来可以预料 尤其是 当想到被偏远之地 野榜上的胸腔俘虏 就更受不了 王轩才挖了一段就停下了 这么做 等于在资敌 他松开手 让遇到枪 沿着断刀的轨迹进去 将他捕获 然而 里面的断刀像是疯了 猛烈地汲取对岸 渗透过来的超凡因子 并且在焚烧自身的至高道文 随时准备自爆 阻击玉道枪 不想被捕捉到 玉道枪立刻退出来了 对方疯了 他可没疯 真将对方逼急了 在这么狭小的空间 爆开至高道文载体的话 不只是他要遭受恐怖的攻击 还有可能会全面爆开通道 超凡中央世界的顶级围禁物品 哪怕只剩下半截了 如果选择玉石俱焚的的话 依旧会无比害人 断刀 你出来 遇到枪发出意识波动 你赶进来 我就自爆 焚烧至高规则 半截赤红的天刀 带着残余的毅力 向条封杀 在前拓路 不过他进展缓慢 并不能有效劈开通道 真要有那种能力的话 打穿两戒也就不会那么艰难了 阻塞路段非常漫长 到了最后 半截天刀像 是条死鱼般 卡在那里不动了 劈斩不开道路 不过 对岸依旧在发力轰击 沉闷的声响不断传来 规则报名 有强力武器被人掌控 要凿穿此地 超物质不断一出 霞光一缕缕挣腾 时隔漫长光阴 两界真有可能再次有交流了 王轩盯着此地 安静地守在这里 等着对方冒头时 一枪扎死吗 可是 他真没把握 万一超凡中央世界的一位巨头 提着志强的围禁物品亲自过来 自己这片大宇宙 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教育他 将他的境界纠错下来吗 难道应该先离开这里 找个偏远的地方躲起来 等大宇宙将他们都 校正到正常的轨迹中来 他再去猎杀 可是 眼睁睁地看着 等待他们跨界 也实在让人不甘心 若是数位巨头连魅跨界 都提着围禁物品 那将会有巨大的麻烦 最为关键的是 万一贯穿两界后 他们有办法让这处通道常年开启 并不闭合 问题就更严重了 大宇宙不见得能校正这片地带 甚至 以这里为中心 神话可以逐步复苏 王轩盯着此地 暂时没退走 脸色不是多好看 远方 一艘破损的飞船出现 快速驶来 机械小熊出现了 王轩招手 直接将他接引过来 将起源火种碎片给了他 让遇到枪都有点眼红 这战力品他也盯上了 大气点 和我在一起 你还会缺超凡英子吗 王轩说道 在如今 这片大环境下 一人一枪必须得绑定 不能亦因为火种而分开 以后 我要狩猎一大块起源火种 遇到枪发出意识波动 想给自己找一个 稳定的毅力空间池 眼下 指甲盖这么大 他有些看不上 其实 这么一小块 就已经了不得了 按照推测 当年的起源火种 完整的一大块 也不会多么夸张 其来历神秘莫测 给我的 熊太高兴了 机械小熊晕呼呼 大眼眨巴着 双手合在一起 接住这块神圣火光缭绕的碎片 一瞬间 火种就融进他的金属身体 这可比上次从81号体内 得到的火种之光强太多了 这是有形的一块碎片 我感觉 吃得太饱了 消化不了 机械小熊捂着肚子 虽然这样说 但是开心地想打滚 可以看到 丝丝缕缕的火光 蔓延进他身体各处 他变得无比灵动 瞬间 他比神话时代还要强了 熊以后要研究经文了 超凡因子有了 我可以不断提升自我了 突然 他有些迷糊 渐渐露出怀疑之色 我感觉 火种内有规则碎片 有奇异的稻纹 好像天生就和我这样的机械生命契合 王轩摸了摸他的头 他早就探究过了 这确实是和机械金属生命体 其源头可能有极大的来头 血肉之身难以适应这块碎片 便是王轩千锤百炼 适应了红色物质 在尝试融合火种时 都觉得有些难受 似格格不入 事实上 当年 卓空和猎龙者都想融入己身 但全都失望了 神话年代 他们极其强大 都吸收不了火种碎片 很快 又一艘飞船出现 竟是熟人 穆涵 明伦和弦岳的母亲 王轩一闪身 进入飞船中 穆涵银发披伞 很是憔悴 道 王轩 我得惜 这里只是幌子 科技生命之地 那里的宇宙裂缝 在喷涌超物质 被神秘人封锁了消息 那里正在开启两界通道 你为什么来告诉我 王轩看着他 因为 他们杀了我的丈夫 害死我一双儿女 我和他们不共戴天 不希望他们成功 穆涵悲愤地说道 他们是谁 王轩问道 体验者中的几个头领 和睦联手了 穆涵快速说道 并且告知 这次连堕落者中的 灼空和猎龙者 都可能被收割了 王轩双目中 出现道文漩涡 宛若让时空禁止了 他动用了强大的精神能量 让穆涵无知无觉间 定住不动 没有声音了 甚至 他的思维都禁止了 他的神盒都被定住了 对他而言 时间暂停 他并未有所觉 然后 王轩动手 来到他的一侧 右手放在他的头上 探究其神盒本源 冲破重重封锁 没有问题 他说的是真的 他皱眉 这次探究 所得消息都属实 但是 王轩的神感 却觉得不妥 他没有犹豫 动用最强手段 境界提升 超神感复苏 不足一秒钟 他的能力 包括精神和形体 全方位的猛烈提升 看到了 王轩的精神天眼 越发的惊人 像是有道泽 涟漪在荡漾 从双目中扩张而出 进入对方的神盒 现在看来 神盒中有些本源印记 分布的不自然 我帮你梳理回原有的诡计 王轩的双目 有纹理一出 直接干预对方精神力 构建的本源神盒 瞬间 那些印记 纹理复位 憔悴而忧伤的 中年女子穆涵 气质变了 怎么看都不是原本的样子 尤其是当王轩不再禁锢 让他的肉身和思感恢复时 他一刹那的目光颇为犀利 和正常状态的婉约 气伤气质 根本不相关了 像是个久居上位的人 有些意思 同样的话 王轩也对明伦气质 发生改变时说过 很早时 他就有所怀疑与警惕 不过 这一次 他也同样 没有在穆涵的脑中 搜出什么 对方虽然气质变了 但是似乎对他 真的没有歹意 但这次王轩没有好脸色 道 你是穆涵体验人生的躯体吧 不是他的真身 这么看来 体验者和堕落者 有什么区别 这只是你的部分精神体而已 真身隐藏了 对我有恶意的心思 躲在远方吧 你在说什么 穆涵快速收敛 颇为强势的气欲 但是 想要保持温婉 却也做得不像了 看来 如我预料那样 所谓的体验者的高层 为了强大 所做的事 和堕落者没区别 王轩探索他的全身 找到丝丝痕迹 这具身体原本的主人 应该早已死去了 精神大概被收割了 穆涵苦笑 我承认 我行走在灰色地带 但是对你真没恶意 不信你来搜我的神盒 有意义吗 这是你的精神分身 想对我看什么 自然就留下什么 你的主意实体躲在远方 如果没有很强烈的恶意 会这么做吗 连自己的精神分身都欺骗 在神话时代末期 王轩便能感应到 恶龙冥冥中 针对自己的强烈恶意 现在全身心的空灵下来 他更敏锐了 尤其是 穆涵的一具精神分身 就在他的身边 他的神感有所觉察 噗 他右手拍在穆涵的头上 那里顿时破碎了 接着其躯体也化成一滩血泥 但没有一滴血溅出来 当然 穆涵这具身体中的神盒也崩散了 有丝丝屡屡的精神物质 要没入虚空中 多少有些门道 漫长的距离 也能接引走精神能量 他亚异 但指尖 砰的一声灭尽所有精神之光 飞船中安静了 王轩抬头 看向屏幕 道 远方有人在看着吧 出来一个人说话 屏幕上没有动静 画面是宇宙星空 浩瀚无垠 深邃幽静 我不会离开这里 就守在这条裂缝前 你们很在意啊 似乎无比担心 想把我调走 看来想开启这条通道 没那么容易 王轩说道 终于 屏幕上出现一道身影 同样是一个银发女子 但和穆涵长相完全不一样 王轩认为 这就是他的主身 因为那种冷漠和强势的气质 和不久前 那个分身显形后的气韵一致 王轩 其实我们很愿意和你合作 真正的穆涵开口 王轩盯着他 道 明轮和贤月画也没死吧 让他们出来 他们两人真心想和你结交 过程中出了点意外 我们体验者内部发生斗争 贤月的体验体 确实被人杀了 明轮害怕了 同时也感觉你发现了 他的一些秘密 即那次脱身而走 他的精神分身损失倒是不大 真心和我结交 主身不敢接近与面对我 还敢说没有恶意 王轩平静地说道 他接着问道 演道也没死吧 甚至 那次只是他自己 收割了自己的精神分身 穆涵道 明轮他们的父亲演道 是为了清理我们内部的一些对手 所以那次暗中和63号合作 死给一些对头看 王轩带着冷意 道 真有意思 体验者中的高层 你们一家子都是堕落圣灵 没有一个干干净净 我们想和你开诚不公地谈一谈 能够合作 何必纷争呢 穆涵严肃地说道 你说的话 我一句都不信 王轩盯着他 他认为 这女人真的焦急了 才派出分身来到这里 想利用他和死去的明轮 以及贤月的交情 来打感情牌 双方都这样了 还谈什么合作 演道 穆涵都是堕落圣灵 必然无比可求稳定的 毅力空间池 绝对盯上他了 穆涵开口 这么和你说吧 在超凡中央宇宙 我们的族群战败了 分裂成多部 其中会有一部人马 进入这片宇宙逃难 无论如何 都会开启通道 谁都拦不住 王轩想到神话末年 在密地遇到的科技圣灵 那几人还算友好 曾经告知 如有一天 像他们这样的人 和飞船大量多起来时 那么灾难就要到了 现在都能一一对应起来 你们这群人很早就过来了 都做了什么 将这里荡成什么地方 王轩问道 穆涵回应简短而直接 到真实的游戏宇宙 第636章体验者真相 王轩的目光很不善 怎么听都不对味 他所生存的大宇宙 在体验者眼中 只是游戏之地 你们怎么游戏 他虽然在问 但已经有大致答案了 自己这片宇宙 成为了别人的体验之地 如果这是事实 那还真是 让他心中冒火 一片浩瀚无垠的大宇宙 竟然是别人的游戏猎场吗 事实就是如此 所谓体验就是要带入真实的人生 从很久以前的观察者 到最后附体下场体验 存在很多年了 穆涵说道 银色长发下的交好面孔 凭劲自然 着实王轩无比反感 更是对所有体验者厌恶之极 当年 我们带着机械仆从到来 当我们在各地体验时 他们就是最好的辅助者 大屏幕上 穆涵淡然地说出 过去的一些情况 后来 在我们的超凡宇宙中 那些机械族有一星了 他们是联合其他种族 开始施主 针对我们 他说得很笼统 并没有说 亲机械族叛变的详细过程 只是提及 大战异常激烈 随着超凡中央世界的偏移等 流血一直蔓延到现在 体验者的族群不敌 目前来看要落幕了 终有一天 机械族 寿源中的仆从军团等 也会来到这里 因为 这片偏远之地 也有他们心中的耻辱印记 会过来洗刷 要清理掉我们所留下的那些据点 以及重要痕迹 王轩听着 没有打断他 从他称呼那些对手为他 就能感受到 过去体验者 确实高高在上习惯了 哪怕现在战败了 他们对于曾经的 仆从军团等 依旧在灭称 穆涵道 所以 这片宇宙 注定要有一场灾难出现 我们需要放下成见 精诚合作 共同对付那些会出现的敌手 一切都是你们自己的错 对有些族群压制过狠了 现在被反抗 有了灭族大祸 逃难到我们的宇宙 还要让我们和你们一起征战 所有的事 都是你们挑起来的 这些体验者很过分 将这里当成游戏之地 最后还有脸来避难 让他深恶痛绝 穆涵道 给你提个醒 科技文明高度繁盛后 人工智能终究会不可控 要反过来清理创造他们的人 昔日他们眼中的神 上帝 都会被抹杀 你们不是也解析 并拥有超凡文明吗 王轩忍着火气 在这里向他了解更多的情况 科技让人工智能 不断完善自我 再加上起源火种 被意外发现 更是让他们获得了质的蜕变 我们所有拥有的 他们一样拥有 而且会做得更好 再加上 机械族崛起后 联合兽园中的那些物种 趁我们不备时 给了我们重创 王轩意识到 他所说的兽园 观着的大概是 很强大的神话生物等 绝不是什么寻常的兽类 起初 你们是那片宇宙的共主 他进一步问道 希望得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穆涵露出追忆之色 最后无奈的摇头 道 超凡世界中心不断偏移 没有哪个族群 敢说自己是共主 我们最强大时 也只能说 算是顶级族群之一 这么说来 现在你们和机械族 以及兽园开战 只是对面那个 超凡宇宙的局部战争 是 穆涵点头承认 接着道 不过 整片超凡中央世界 都不平静 最为璀璨的大舞台上 有各种强大种族的战斗 接着 他又一副 无比坦诚的样子 说双方需要合作 共同应对灾变 一起面对注定 会降临的对手 对于这个议题 王轩没兴趣 这些体验者不是良善之辈 带着恶意 和他们合作 等于在羽狼共舞 他要做的是 将他们堵在这片宇宙之外 他再次提及 游戏宇宙的事 想捋顺各种脉络 文明发展到一定的高度 追求上也在变化 极致璀璨后 人们往往喜欢反扑归真 追求简约 朴素 他接着告知 在古早时期 他们开发虚拟世界 游戏人生 后来又进入精神世界探索 狩猎等 王轩露出一色 问道 我们这片宇宙 那一层又一层精神世界 你们也都探究过 游历过 甚至早期 参与过局部开发 拓展 当然 高等精神世界 都是超凡的演变 神话固化的结果 人为开发很难 很明显 穆罕还在想办法 想合作 也可以说 希望拖住王轩 现在有问必答 勾起他的探索欲 精神层面的世界 肉身较难进入 没有形体的体验 终究会有腻的时候 所以 极致奢华后 人们觉得 平淡归真 最质朴的体验 才是最好的 而他就在现实中 就这样 他们开发偏远之地 以一个真实的宇宙 作为体验之地 成为游戏宇宙 王轩想一巴掌拍死他 果然 这片宇宙 浩瀚的星海 甚至一些人的生命等 都成为他们的娱乐道具 有意思吗 他冷漠地问道 我知道你反感 但是 我愿说出过去的事实 穆罕道 他想了想 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样的体验很有意义 这不仅是游戏 也是人生 拓展生命的厚度 如果有一天 我们进入你们的宇宙 去体验 你会怎么想 王轩问道 欢迎 这也算是一种文明上的交流 当然 弱势的一方 算是被体验的一方 甚至可能会被收割 大概极度不是 但是 各个文明间就是如此 就比如 每一次超凡中心世界的偏移 都会伴着潮起潮落 强族的兴衰更迭 史诗级英雄的陨落 甚至是很多个种族的起源与灭族 很难说清 现在超凡中央世界的不平静 大舞台上各种绚烂的对抗 是否也存在体验与反抗的关系 或许 有更强的种族 也在我们这样衰落后的 伪强族中体验 王轩短暂无声 这是质朴的追求 还是一群有心理疾病的体验者 在自我疗伤 他看向宇宙裂缝那里 超物质又浓郁了一些 咚咚声震耳 他依旧平静 问道 你们都怎样体验 我们的体验方式有很多 他简单地介绍 如翘无声息地降临在一些生命星球上 从荒野开始 到城池 再到处超凡门派 在这里 任何一位体验者 都可以尽情地释放原初之心 有人喜欢旁观 静静地看着 不去真实参与 也有人喜欢从小人物开始 如附体在一个小骑士身上 不断征战 成为一方领主 再到一个公国 最后统一帝国 更有人喜欢加入修行门派 附体在一个门徒身上 一步一步变强 最后在一颗神话星球上 搅动起风云 当然 过程中很危险 尤其是堕落者 收割后不愿离开宿主的躯体 由于各种变故 极其高危 小部分和善且强大的体验者 与宿主共存 宛若命运之子 双方共赢 也有很多体验者 心底天高 嗯 可惜体验感极其糟糕 活得更累了 在底层打转多年 最后弃宿主而去 果断止损 顶级的体验者 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地 走到高级层面 甚至 飞升到仙界 能搅动大结界中的风云 当然 距离金字塔顶端越近 死亡率也越高 毕竟 神话顶点的那些生物都很强 难以接近 想要附体不容易 王轩脸色不是多好看 体验者的各种行动 是在愚弄别人的人生 都该击毙 穆罕直言 在真实宇宙 进行最质朴 而又真实的体验 活在人间百态中 这不仅是道行上再精进 也是一场人生的修行 王轩听得这叫一个腻歪 一群肆意践踏 其他生命种族的堕落圣灵 收割别人的道果 现在还灌鸡汤了 升华到人生高度上来 他问道 你们为什么喜欢附体 自己不亲身参与 因为一场意外 在很长的年代里 我们都行走在紊乱的时空中 被这片大宇宙排斥 直到超凡落幕 我们才能更好的进入现实中 这个说法 让王轩点头 他以前接触并了解过 科技圣灵都在紊乱时空中 同时 和我们的修行方式 也有些关系 为了安全 我们更愿意附体 操纵 呃 体验别人的人生 那样更有意思 穆罕及时改口 王轩 对他们的那场意外 导致行走在紊乱时空中 更为感兴趣 进一步追问 想单方面打开宇宙通道 很不容易 唯有在我们最辉煌的年代 成为不少族群的共主时 才能做到 当然 他又一次强调 这个共主是指在部分区域中 绝非整片超凡中央世界的共主 看得出他无比忌惮 不愿提及超凡中心 大舞台上的璀璨争斗 尤其是 现在处于逃难状态 更不敢掺和 王轩猜测 如今某些共主族群 可能极其强大可怕 我们开拓这片 真实的游戏宇宙 是在这个神话时代初期开始的 等一等 王轩听到这里不禁皱眉 打断了它 科技圣灵在其他神话时代也可见到 这让它产生疑问 当年 在我们还是区不区域 共主的辉煌时期 艰难开启通道后 稍等 一会儿再告诉我 王轩一闪身 从飞船中消失 来到宇宙裂缝前 这地方发生异变了 不仅有瑞霞荡漾出来 超物质蒸腾 还有声音传出来 他何遇到枪沟通 能否干掉跨境者 遇到枪想说 这不是你的活吗 都让身为兵器的他来做 万一过来一个接近遇到疾的 我怎么打得过 这片大宇宙 不见得能够立刻教育他们 沦为凡人 得撑住片刻才行 王轩劝他 一会全面复苏 以至高规则挡住对方 以后将他天天泡在 真实源头的超物质海洋中都行 第637章全部扎死 有区别于这片宇宙的超凡因子 不断弥漫 且伴着模糊的仙乐声 仿佛有一个仙道大世界 要开启了 祸人心神 王轩一点也不向往 知道对面是什么人后 他只想堵住这里的入口 将它们都挡在外面 现在最好的结果就是 让昔日的局部区域 共主同机械族 和兽园中的生物大战到底 直到彻底落幕 哪怕将来 他自身需要跨境离去时 也希望进入一个繁盛的大宇宙 登上一个璀璨的超凡中央世界 而不是各种战乱与流血之地 他不想过去就被动参战 他不可能相信穆罕所有的话 机械族等要清算的是 昔日的救主 体验者非要拉上他 这明显是要他去挡枪 对面 东东声更清晰了 有最顶尖的强者 在挥动强力围禁物品 轰击这么长时间了都没有颓势 隐约间看到 未免裂缝中 有特殊的纹理 渗透过来了一丝丝 遇到枪第一时间警惕 告诉王轩 对面的围禁物品非常强 过来冒头就扎死 王轩提着长枪 对准入口之地 红色物质海量供应给遇到枪 半截大持天刀 贪婪地吸收对岸溢出的超物质 不时震动几下 想要继续拓路 但是 这个量级的超凡因子 对他来说杯水车薪 现在 他就像是一条在尸土间的鱼 时不时垂死挣扎的蹦打几下 遇到枪果断和这条死鱼 抢夺超凡因子 不想让他动弹了 宇宙深空中 一艘庞大的艰辛剑内 沐正在和银发中年男子通话 后者正式演到 他并未死 这次就是沐和他 以及体验者中的 另外两个巨头作局 内斗后收割堕落者 也想驱使王轩出力 情况不妙 持续到现在了 通道还是没有能够打开 演到急躁了 机会只有这一次 大持天刀断了 以后就 再也没有钥匙了 好不容易和对面 有了一些微弱的联系 母宇宙的人也很给力 竟然真的很默契地 准备了围巾物品接印 结果现在不上不下 卡在关键时刻 成也俱精 败也俱精 现在他成为了阻陆者 真想干掉他 可惜如今无法除掉 即便是能干掉 也要等挖出他的 毅力空间池才行 最好的结果是 进行附体 他是个艺术 或许能局部改变战局 在确定王轩 可以稳定地提供毅力后 在演到 63号几人的讨论中 王轩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他们拿下王轩 附体后彻底掌控 其他那稳定的毅力源泉 可以狩猎敌人 当机械族和兽园中 追杀进来的强者 被大宇宙打落到 应有的低境界时 由王轩这个傀儡出战 将他们一一收割 或许会得到 一两件顶级围巾物品 如果运作好的话 他们或许能 重复这种狩猎方式 干掉大批的敌人 改变母宇宙族人的现状 在演刀的旁边 站着留有一头 银色短发的名轮 以及面孔清秀美丽的弦乐 两人果然都在 一个都没有死 听着父辈的讨论 要不 趁据金王轩不在 我们以大男 未死的朋友身份去救土 接近他的家人 尝试接走 然后威胁他 嗯 消息不对称 救土那边 王轩身边的亲户 还不知道我母亲 被揭穿的事 这对兄妹讨论后 这样谏言 别去 你们大男不死有点假 你们母亲 前往的话 也同样很危险 那边被他留下两件质宝 肯定都喂饱了 遇到极的兵器神鬼莫测 至高富翁流转下 带着恶意接近很难成功 拥有稳定的毅力空间池 实在太特殊了 连围巾物品都愿意跟着他 随时复苏战斗 大屏幕上 一位金发中年男子叹气 也是体验者中的头领之一 一艘原始母舰的掌控者 众人漠然 正常情况下的质宝 在这种枯竭年代 怎么可能复苏 不提供超物质的话 大多都会和死狗一样 一动不动 哪怕温养很多年 能够为生命中的过客 主动激动片刻就不错了 而且是站完就神隐消失 弃拥有者远去 算了 不要去冒险了 我觉得 这次未必不能开启通道 等吧 快有结果了 体验者中 另一位巨头开口 黑发黑眸 冷漠镇定 他们使王轩为重要的一环 日后控制他去对抗 机械族等大敌 事实上 王轩自身 也想以类似手段 对付跨界的体验者 宇宙裂缝前 王轩和遇到枪交流后 补充道 如果判断出 真打不过 咱们立刻消失 等他衰竭 被揪错后 再和他死磕 要出现了吗 连遇到枪都严阵以待了 无比警觉 看到有一缕缕朦胧的纹理 交织出来 比刚才多了一些 他开始动手 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 必须得添乱 搞破坏 让他们付出更多 更惨重的代价 长枪发光 解析那些纹理 而后直接剥脱 什么渗透过来的至高符文 都成为他的口粮了 路子很眼 确实非常强 嗯 味道不错 遇到枪有不限量的 红色物质供给 镇守在此地 一口一口地吞食 那些冒出来的规则纹理 出现一缕 他就吃掉一缕 快速消化吸收 这让半截大赤天刀 都不敢蹦倒了 成为了真正的死鱼 怕被偷食 所有纹理都内敛 对面 咚咚声变得缓慢了一些 费劲巴拉地开刀 结果这边 在吞食之高符文 让对岸意识到 人迟疑之际 王轩回到飞船中 问穆罕吻乱时空的问题 这个神话纪元的初期 我们开启通道后 大概率遇到了 最强围经物品之一古今 它可能埋在宇宙裂缝附近 意外激活了它 我们先后几批体验者 都被放逐了 进入不同的时空 游走于不同的时代 更因此而被大宇宙排斥 直至超凡落幕 才回到现实中 这种话让王轩出神 这倒是和某些是对上了 被大宇宙排斥 行走紊乱时空 常人难见到 遇到枪也说过 他扎死过 从历史时空漩涡中 出现的体验者 给王轩印象最深的是 就土外太空那个秘境中 有三圣堆文明的灰烬 有逍遥洲 人世间等文明的火堆 在那里时 灰烬与火中 王轩曾遇到一个逝去的 但极度强大的老者 他跨越时空看到了王轩 隔着历史 给了他一巴掌 并发出意识波动 说他是来自未来的科技圣灵 这和现在穆罕所说的 也对上了 你还有什么想告诉我的吗 王轩问他 穆罕面色平和 依旧好言好语 说是想合作 至此 王轩结束和他的通话 并且将他留下的宿主尸体拍照 通过这艘飞船 向各地发出信号 简短而快速说出 宇宙裂缝附近的情况 卓空 猎龙者 你们还活着吗 穆罕和眼刀说 他们收割了你们 同时更是清理了 体验者内部的一些人 幸存者 你们了解什么 可以向我这里发送消息 王轩向这片星空发送消息 大量的探测器 以及远方的飞船 必然能捕捉到信号并解析 几乎是瞬间 这艘飞船就收到神秘信息 有人和他联系 要求通话 很快 一个黑袍人出现在屏幕上 非常直接 道 我是卓空 眼道 木 都是狗屎 王轩 看得出 黑袍人卓空无比愤怒 这个堕落者中的巨头 尽情地释放情绪 王轩觉得 对方的话语部分可信 但他多半只是个分身 被收割一次了 必然更谨慎了 大尺天刀 被63号炼化了 他是木 身上有一块火种碎片 他和眼道等人联手了 想要开启宇宙通道 需要对面和这边 都有一把钥匙 也就是围巾物品 一瞬间 卓空快速地泄底 让王轩知道了 很多不知道的秘密 虽然早先时 他有所猜测 但消息不对称 有些是不清不楚 现在他一下子东西了 卓空确实怒了 虽然当时平静地 看着猎龙者死去 但他心里也有波澜 这次被卖得太狠了 他要不计代价的报复 告诉我他们的坐标地 各种手段和准备 以及任何可疑之处等 王轩不满足 进一步询问 咚的一声 这艘飞船解体了 被演到 63号的人干掉了 同时不远处 机械小熊的飞船 也被干掉了 王轩已经从原地消失 带着身边的机械小熊 进入时空漩涡中 回到宇宙裂缝间 没事 熊可以接收信号 当他们再次出现后 机械小熊拍着胸脯说道 他现在能力更强了 接下来 他便开始和外界交流 他的超凡之力提升 智能机械属性 也被大幅度强化 有人过来了 遇到枪预警 在通道裂缝中 有丝丝屡屡异能出现 那是精神物质 王轩持枪一动不动 躲在暗中准备狩猎 不远处 那口破刀 发出意识波动 小心 短刀真该死 有种你自爆 遇到枪怒了 不过 这个时候没什么犹豫 王轩持枪 刺向前去 那团精神物质 被遇到枪的符文击穿 发出激烈的惨叫声 灰飞烟灭 不怎么样啊 本领稀松平常 遇到枪评价 这是炮灰 王轩点头 对岸那些人 以最强手段 也只送过来 丝丝屡屡的精神能量体 看来想跨界并不容易 他的底气越来越足了 你再敢吱声 那就直接自爆吧 我成全你 让你陷阱 遇到枪恶狠狠的威胁 大尺天刀 断刀为了自保 威胁自爆也就算了 还敢明目张胆地 未对岸过来的人提供消息 王轩何遇到枪 准备下狠手 大尺天刀顿时 没动静了 不出声了 咚咚咚 剧烈的轰铃声越发急促 显然 对面无比急切 再担得下去的话 早先的成果就要没了 通道将全面闭合 连精神能量都渗透不过来 现在激烈地轰击 刹那间 有一道光渗透了过来 这是一个 地先级的元神 扑 王轩一枪刺过去 给扎死了 轰的一声 真实的倒音 响彻在人的心间 在这片宇宙裂缝附近激荡 伴着超物质汹涌 震耳欲聋 对面在发疯攻击 想要打开此地 又一道身影冲了过来 依旧是元神 但颇为凝炼 最起码是养生主击 吃 王轩依旧是一枪捅了过去 贯穿此人 直接抹杀干净 下一刻 一朵青云藤起 一个超然尘世外的男子出现 双目深邃如星空 通体以精神之光构建 但和有血相仿 并在出现时 就同步有神音响起 无奈魂缘天祖 扑 遇到枪强势复苏 主动戳了过去 一枪贯穿进他的身体中 直接干掉 那元神之光发出怒吼声 爆碎 灰飞烟灭 第638章无神不斩 出场鬼叫 便是遗言 这个气场不凡 颇为超然的男子 让王轩一头雾水 对方好像是一位天祖 跑过来就是为了报个名字吗 王轩露出异色 似乎扎死了一位 大人物的元神之光 什么天祖 不是真身过来 就那么一回事 虽然比前面那些 纸壶的元神强 但也属于沸铜烂铁 遇到枪发出意识波动 在遇到极的质宝面前 即便是强力人物的分身 也只能算是妹妹 一打就哭 更何况还算不上分身 宇宙裂缝的外部 有不少探测器 小心翼翼的徘徊 想要更接近一些 毁掉也不重要 只要能捕捉到一些 模糊画面就值了 刚才过来的那些生物 其实都不弱 第二位就已经是有 地仙级的元神了 真实显照 结果 一枪就给捅死了 宇宙峡谷外 有探测器 如实拍摄到部分场景 导致外界各大阵营的人 都头皮发炸 真有 机外生物过来了 这则消息 让本宇宙的猎先 诸神都心惊不已 不亚于一场大地震 那条通道 竟真的连着超凡宇宙 多少年了 历代以来 无数人都在寻觅 都在开拓 想要找出一条路来 但结果都失败了 可是现在 宇宙深处 荒芜之地 和云拓心欲间 那条虫洞 竟有这样的秘密 能让超凡活得新生 想立刻动身前往那里 纵死也想尝试跨界 有一位妖先激动到颤抖 沦为凡人多年 他很不甘心 有人劝阻 道 老陶 算了吧 那里不是善地 对面是想打过来 王轩在阻止呢 你这种老陶妖过去后 一旦能显化本体 会立刻被人情下 将你炼制成材料 杜劫2000年的雷击桃木 还是很有价值的 妖先陶妖 身在新兴的名嘴 周妖圣和李天仙 第一时间展开点评 激动无比 热切中饱含着深情 各位 新纪元可能到了 孕育着希望 外面真有超凡大宇宙 如果踏足过去 我们将获得新生 但是 各位不要上头 那里注定铺满尸骨 会死很多人 现在不要妄动 没看王帝仙 都在一枪一个地扎死敌人吗 那边的生物 似乎不是善来 超凡虽落幕 但是很多人心中的神话之梦 却没有彻底熄灭 现在可以说 但凡听到消息的 就是戴仙魔都沸腾了 局势瞩目 猎仙 诸神 全都在关注 没有激烈的大战 比不上以前的战况 但是现在却更加牵动人心 周深流动黑金光泽的63号 一头银色短发的眼道 金发中年男子拜特奥 黑发黑童的青年男子洛蒙 四大巨头正在开视频会议 他们也都心惊了 地先级元神 被一枪就扎死了 养生主生物也没用 刚冒头 亦被直接捅死 现在的王轩 成为拦路虎 严重扰乱他们的计划 原本驱使巨精去出力 办成功了 可最后 他又成为最大的麻烦 黑发青年洛蒙 虽然看着年轻 但其实和眼道等人 是同时代的强者 地位很高 那是魂元 我曾与他有过一面之源 他画出的一道原神之光 有先天神魔级的实力 结果还是 被扎死了 各位 有什么办法吗 好的 坏的 都可以提出来 只要有用就行 再不阻止巨精的话 这次开启通道就失败了 最后一把钥匙已断 从此将绝天地通 木 你身上应该封印着 大尺天刀留下的 一道最强规则之光吧 可以出其不意地过去袭杀 眼道 看向63号 没有 63号否认 深渊黑金铸成的机械之躯 寂静不动 他沉声道 纵油也没用 大尺天刀自己都断了 指望偷袭不会有效果 枉死 几人沉默 事态危急 也许要不了多久 两界通道就会彻底关闭 此生再也没有机会打开 不要说利用王轩的傀儡身去狩猎 挽救同族 就是他们几人 自身也都要老死在这片宇宙中 身为最顶尖的强者 在这个时代 从紊乱时空中走出来 最后却无法摆脱生老病死 那就可笑又可悲了 或许 唯有最可怕的那把钥匙 能够破局 金发中年男子 拜特奥开口 碧蓝的眸子 闪烁光芒 黑幕盒子中的古今 他们几人都知道 但是 一般情况下 不会再提及 把控不了 为了他曾伤亡惨重 但是现在 他们却不得不再次琢磨 每次超凡中央世界偏移 这件违禁物品 都有极尽绚烂的表现 从未缺席过 即便是大持天刀 这样的顶级圣物 在他面前也得低头 古今一旦脱离黑幕盒子 可以交于各种质宝 服服贴贴 现在只有他具备 改变现状的伪力 从源头入手 快速想一想 古今到底为什么来这片宇宙 什么是他所需要的 尽快满足他 现在 他似乎也想要回归 超凡中央世界 演到双目中 金光射人 古今十分妖异 不会陷自身于战斗漩涡中 他只会悄无声息的远行 不会在现在 风云际会的入口那里上路 他为什么来这里 毫无痕迹 无从着手 这片宇宙古早时期 也只是稍微接近过 超凡中央世界而已 自身从未成为中心 而随着时间推移 越来越偏远了 根本没有过辉煌的过往 或许 正是因为偏远 所以古今才会来 很久以前 有种说法 古今要蜕变了 他可能想 找个安静的地方 孕育造化 等待新生 在这片宇宙中 每次显宗 他都没有脱离过黑幕盒子 一闪而逝 似乎在佐证 但是 能想到这些 又有什么用 几人再次陷入沉默中 而且 即便现在想到办法 真能瞬间联系到古今吗 一切都来不及了 等一等 穆罕出现在屏幕中 很严肃 到 最新消息传来 我们的人在猎龙者的老巢中 有惊人的发现 同一时间 太空探测器传回战况画面 几位秘的巨头的星顿石 沉了下去 大屏幕上 模糊显示着 王轩又同死两名强者 卫面裂缝间 机械小熊 在接收外界的各种信号 和着空等人 建立起比较稳定的联络通道 他快速筛选 将最有用的一些消息 告诉给王轩 至于王轩自身 正在有条不紊的猎杀 他觉得 守在这里很省力 尽管刚才又过来了 两位仙魔级的元神 但是 没有什么是一枪解决不了的问题 凄厉地精神咆哮 又有东西钻出来了 因为很强的神魔 元神剧烈闪耀 迸发出各种秘法 都是诛杀精神的顶级法门 有用吗 没有什么一枪扎不死的生物 都活腻了 尚胆着送死吗 这是遇到枪 再发出意识波动 果然 这个达到羽化 非生标准的生物 其元神被至宝定住 一枪刺穿 布了那些同伴的后尘 别发票 这次出来了一窝 王轩瞳孔收缩 不止一道元神出现 当然 他们都是分解后过来的 完整元神通过不了 渗透过来丝丝缕缕的精神物质 如今重组 此地 浓郁的精神大物沸腾 一口气过来九个元神 不仅第一时间发动攻击 而且 联手布置了元神法阵 作用范围很广 想清洗王轩的精神领域 王轩面色微变 毕竟 这是久违的 猎先层面的强者 重现世间 大宇宙果然不能在第一时间纠错 有个短暂的过渡阶段 没什么大不了 九个陷魔级的元神 也依旧是一次斩击的事 遇到枪发出意识波动 王轩辉枪时 枪体上刺目的纹理交织 在扑扑声中 九大元神先后破灭 他们的各种准备都没用 当年的斩神棋 都可以斩灭一切元神 我虽然没有齐面了 但枪体上有更强的纹理 无神不斩 九大元神被灭 让宇宙各地很多人都震撼 尤其是昔日的猎先和诸神 遇到极致宝主洞复苏后的一击 当真是无解 眼道 洛蒙 拜特奥等人的脸色都变了 看到这一幕后 无比心痛 在原本的计划中 今天是一个大日的日子 结果现在丧事一桩接着一桩 元神物质汹涌 大物弥漫 仙光激荡 对岸知道这边不对头 被阻击了 但是依旧不愿放弃 派出一对又一对人马冲击 为了打通整条道路 他们也是豁出去了 不惜以元神之光血迹 在酝酿着什么 煞时间 又一片仙魔疾的身影出现 但是 何遇到极的质宝根本没法比 被收割了 这群人又死了 遇到枪通体为晶莹两色纹理 但是现在 只有金色纹理发光 专门斩神 什么妖物 先天神魔 但凡是和精神有关的物质 不管是神盒 还是元神 都被那种天罗地网般的 至高纹理绞杀干净 什么都剩不下 扑扑扑 短暂的片刻间 六七祖先魔前扑后继 出现后就被顺杀 遇到枪不只是嘴硬 身体材料硬 本领也确实过硬 无神不展 第639章 以至宝为祭品 很快 闭合的通道深处 有丝丝缕缕的血雾飘了出来 对面的宇宙损失严重 杀红了眼睛 物质之身 在艰难闯关 树到身影游泻而生 不得不说都很强 快速凝聚出朦胧的血肉之躯 再生能力异常的恐怖 这肯定不是一般的生物 仙魔之光积射 三男两女 身上接待着神闻 如同假咒般铿锵作响 他们的头颅中 更是有刺目的神和照耀 各个都像是小太阳发光 玄傲的纹理交织 让虚空不稳固了 超凡英子沸腾 在他们口中 发出圣人的声音 目光无比仇视 各种竖法像是 瓢泼大雨式的倾斜 王轩动容 但是没有什么可怕的 挥动长枪 这一刻没有刺出去 而是横扫 任长枪释放 无物不杀的规则之光 扑的一声 银色纹理覆盖前方 斩身 武具强大的仙魔肉身 同时崩解 血雾爆开 瞬息成为灰烬 也是在同一时刻 金色纹理扩张 斩神 那所谓的神盒 玄傲的精神纹理等 全部熄灭 被杀得干净 由血而生的五人很强 都是神魔 但是依旧没有用 这种战斗很残酷 面对复苏的遇到极质宝 纵然是仙魔跨界过来 可与围巾物品相比 也是差距很大 流血赴死没有用 血雾蒸腾 又一组人马出现 结果依旧没有什么悬念 遇到枪斩身又斩身 直接全给灭了 片刻间 接连数组化生出血肉之躯的强者 都被击杀了 远方 洛蒙 演到 63号 拜特奥都如死一般的沉寂 这种画面 让他们眼底中有可怕的冷光 他 真是当猪啊 明伦和贤月这对兄妹眼睛红了 虽然星星冷酷无情 在这片宇宙 总是在愚弄别人的人生 但是现在 他们却有些受不了了 王轩破坏了他们的计划 现在还大肆杀戮 让他们无法接受 前方战场 宇宙裂缝中 一幅又一幅的惨烈画面传来 这样的死亡 让所有体验者都惊怒交加 王轩还在击杀 无论冒出来的是神盒 还是血雾重塑的肉身 他全部照杀不误 他没有什么可心软的 体验者都做了什么 附体操控他人生死 收割了这片宇宙 很多天才的元神 如果眼下让这群生物过来 都会成为祸害 他不可能留情 想诛杀的干净 闯入四位巨头视频会议中的穆罕 这时快速开口 刚才在猎龙者的老巢 找到一块违禁物品碎片 它有极其浓烈的毁灭性辐射 被封印在十分特殊的容器中 初步确定 来头极大 一块违禁物品的碎片 眼下能有什么用 金发中年男子拜特奥开口 白皙的面孔 在略微暗淡的船舱中 显得有些阴朗 碎块的前身 大概非常超然 正在检测中 目前初步猜测 疑似是旧时代超凡中央世界 那次最恐怖的大战中 被打碎的排位在第三的违禁物品 黑暗天星 煞时间 秘密会议现场彻底寂静了 所有人都心头激动 就时代的黑暗天星 曾经无可匹敌的圣武 如果是他的碎块 那来头确实恐怖 莫涵道 可以献祭 古今不是 疑似在郁郁造化 等待新生吗 将这块黑暗天星的碎片送给他 绝对是价值无法衡量的 最强级别的超凡材料 可是 时间来不及了吧 黑发青年男子洛蒙说道 皱起眉头 有些遗憾 莫涵道 我们收割了猎龙者的次子 从他的神盒中得息 就在那颗星球上 便有古今留下的场景 黑暗之星的碎块 是当年猎龙者从超凡中央世界携带过来的 他当初可能就得到了什么消息 想以这篇碎块寻找古今 再打他的注意 但一直没敢行动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县计 在古今留下的场景中 能联系上他 拜特奥问道 63号点头 道 有一定的几率 毕竟 他的名字预示了他的部分能力 立刻行动 洛蒙开口 现在迎来一线转机 为古今送上祭品后 这种最强级别的圣物 几乎不可恋化 但按照传说来看 大概会本着等价交换的原则 为他们出手一次 已经开始了 即将陷阱 穆涵回应道 这里离猎龙者的老巢不是很远 我们也去 我们曾在旧土外的月球上 接触过古今留下的场景 也算是和他有过初步接触 明伦和贤月 这对兄妹开口 想要亲临现场 很快就付诸行动了 事实上 洛蒙 演道 更希望木赶过去 毕竟他曾陷入过那种场景中 成功挣脱出来 至今都活得很好 但是63号没这个打算 宇宙裂缝前 血雾弥漫 杀戮继续 连王轩自己都没有想到过 有朝一日 会杀这么多的强者 不管是真身 还是他们的部分血光 与原神之光 拼凑在一起的话 他杀的仙魔级生物 能有数百了 现在 这种可怕的收割 还在持续进行中 涉及到不同宇宙 文明间的接触 碰撞 让他意识到 稍有不慎 就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现在他已杀指杀 难道对面还不死心吗 他知道 没有人会愿意白白送死 仙魔还在出现 这就意味着 对方还抱着希望 觉得有成功的可能 猎龙者的老巢 毗邻一片沼泽地 餐天的古树 稀疏地扎根在这里 泥江下有恶龙兽出没 这里有古今留下的场景 深入泥沼地下后 有光雨洒落 模糊的古代场景浮现 有个黑幕盒子 在这里留下神秘诡计 那像是一个又一个 发光的脚印 指引向远方 没入不可揣夺的时空中 负责超猎龙者老巢的体验者 不可能等明伦和弦乐 这对兄妹到来后再行动 时间不等人 他们恨不得立刻 见到黑幕盒子 请出古今改变可怕的现状 古今大人 你在郁郁造化 等待新生吗 我们为你献祭 就时代 超凡中央世界的排名 第三的黑暗天星的碎块 被我带来了 在那段历史中 黑暗天星 比古今排名还高了一位 称得上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围巾物品 贯穿了无数个时代 黑暗天星 随超凡中央宇宙而动 始终在那最为璀璨的 世界中心大舞台上 可惜 终究还是在上一集被击毁了 取代它的那件围巾物品很神秘 一次至今都没有几人见到过真容 也有人说 黑暗天星不是被外物击碎的 而是自身涅槃失败所致 一块巴掌大的黑色碎片 刚从一件灰扑扑的 特殊神秘容器中放出来 立刻出现无比恐怖的辐射 所有人都逃向远方 但即便这样 也有部分人感觉 神河像是碎掉了 头颅剧痛无比 蹊跷流血 古今大人 至高在上的圣物 我们线上祭品 恳请您出手 改变我族的命运 那些人在远方祷告 让他们激动的时候 黑暗天星的碎块 在古今留下的场景中漂浮了起来 线上的祭品 这是被接受了吗 这一结果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竟是如此的顺利 所有人都亢奋了 演到 63号 洛蒙 穆罕等核心人物 全都站起身来 在宇宙深空中 盯着屏幕上的画面 他们无比期待 古今一旦接受祭品 奉行等价交换的原则 那么 以他的能力 能瞬间出现在战场中 改变结局 宇宙裂缝前 王轩无情地斩杀外宇宙的人 在他眼中 这些都是入侵者 是天魔 会伤害他的亲朋故友 血雾散尽 大量的精神物质被磨灭后 这里稍微寂静了一些 连对面恐怖的咚咚声 都停下来了 放弃治疗了吗 王轩开口 过来一个大个的 遇到枪严肃地提醒 在这种寂静中 他竟发现 有恐怖气息在临近 突然 通道深处 有无数细微的纹理 以及神圣粒子浮现 从虚空中挣脱出来 从通道界壁间 挣腾而起 大道连一荡漾 那些光粒子 那些细微的纹理 刹那构建出一件违禁物品 那是一把铜锤 古朴但却射人 绝对是顶尖的质宝 他交织出至高符文 悬在那里 惊心动魄 规则之光 映现旧日圣景 又演绎金氏枯竭的 大宇宙环境 它是对岸宇宙中的 违禁物品 在解析眼前 这片宇宙的现状 王轩的脊背冒含气 这就样成功了 打开了通道 一件圣物跨界过来了 他没有成功 死了那么多的仙魔 那么多的血与元神之光 都只是为了分批 带着他一丝纹理过来而已 这把铜锤 只是他内蕴的规则 交织出的形体 同时间 在那铜锤的后方 出现一道接近虚无的身影 铜锤的主人 也渗透过来一丝原神物质 无比模糊 多过来送死吗 遇到枪嘴硬无敌 但并没有松懈 实际行动很稳 他在发光 一只高纹理覆盖王轩 等于让他穿上了一层 规则甲咒 断刀 铜锤发出意识波动 审视断裂的大齿天刀 他后方的模糊身影轻叹 便是没有断 大齿天刀有重伤在身也不行 两边一起发力 估计也只能撬开 大宇宙封门规则的丝丝缝隙 可以让弟子门徒跨界 但我与汉道锤过不来 能做到这一步 那一人一锤 已经算是拼老命了 发现真相后 无比的失望 同时 他们也意识到 这边的铜组 似乎想见 那杆长枪破局 结果反被收割了 注定失败的结局 你们自行消散吧 遇到枪发出意识波动 宇宙深处 落猛 演道 六十三号等人 起初都无比吃惊 那是汗道锤 他竟闯过来了 太让人意外了 但很快 那把铜锤就呈现出符纹状态 不是实体了 他们立刻意识到 他非真身跨界 几人瞬间怅然 失落 不用担心 古今留下的场景中 祭品漂浮起来了 这才是惊喜 莫涵开口 带着笑意 对 古今享用祭品后 将会改写一切 演道开口 几位巨头都盯向 你找地下空间呈现的画面 无比期待 果然 那里有结果了 瞬间发生 没有让人过久的等待 只是画面有些异常 接着 非常的渗人 那是海量的污光在爆发 旧时代 超凡中央世界的第三圣物 奇葩长大的黑色碎块 漂浮起来 近在辐射恐怖之极的秩序纹里 在扑扑声中 远方正在祷告 充满喜悦 认为献祭成功的那些体验者 头颅中的神盒都炸开了 接着是他们的身体 第640章线错纪表错情 眼看着巴掌大的黑色围巾物品 碎块漂浮起来 人们以为得到古今的认可 似乎预示着 他很满意这件祭品 所有人都面戴笑容在期待 但是最后 却发生这样的惨案 太激烈了 参与献祭的人没有一个活着 他们的笑容都没有脸去呢 在光雨中 那些人像是很满足般 爆开 形神俱散 远离沼泽地 其他据点中 正在屏幕前 监测献祭仪式的体验者 都瞠目结舌 接着 全都含毛倒数 这是什么状况 古今不领清 发怒了 扑 几乎是瞬间 这些据点中 光雨洒落 各种完善而坚固的设施 还有飞船等 都解体了 所有体验者接人间蒸发 神河焚烧 肉身化作飞灰 外太空 明伦和弦岳这对兄妹 就要赶到了 因为距离不是很远 但是现在全都脸色煞白 嘴唇发抖 立刻命令返航 刚才他们还在 嫌速度不够快 认为赶不上那场 献祭仪式了 现在却恨不得 从没有来过 宇宙深空中 演到 洛蒙 63号 穆寒 全程通过探测器 目睹了献祭 原本的火热的心 现在被人一棒子 砸进冰窟窿里 连他们都发呆 完全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古今 不领情 他在郁郁造化 等待心声 认为我们打扰了他 穆寒的一位门徒 发出疑问 他们发现 黑暗天星的碎块 辛辛苦苦的准备 虔诚的献祭 完全没有取得 应有的效果 不是古今 穆寒苦涩地说道 沉浸的63号 都不能淡定了 金属双眼 由闪电射出 死死地盯着屏幕 室内剑机品本身 还有零 旧时代 超凡中央世界排名 第三的围巾物品 被激怒了 洛蒙心惊地说出事实 几大巨头身在深空中 虽然和事发地相距甚远 但是也都觉得 身体微微发僵 连面部表情都凝固了 这次表错情 献错忌 他们无比的苦涩 因为 黑暗天星还活着 并没有死透 他们却把它当成了忌品 送给了古今 这是何等的荒谬 尽管它碎掉了 只剩下巴掌大的一块 但是 当年 它可是无匹的至高圣物 比古今排名还高了一位 现在 几人灵魂都觉得发凉 这件事做得 无法形容 多少年后 甚至 几个神话时代试趣 估计这次的乌龙事件 都依旧会是一个典型案例 会被记载于史册中 烈龙者死了 都在坑人 后悔也没用 事情都发生了 那颗星球上 黑暗天星发光 接连毁灭数个据点 那里的体验者 大概都要死光 毫无疑问 这次演到 63号 洛蒙等人惹了大祸 新海中 宇宙裂缝前 王宣守持玉道枪 和对面油纹里构 建成的汗道锤对峙 根本不知道外界的事 就是知晓 他也没功夫关注 最后的时刻到来 一战将解决所有问题 机械小熊融化后重组 暂时成为王宣的金属甲咒 不然的话 他会很危险 现在气氛紧张 时刻多年后 超凡大宇宙 又有顶级力量降临 速杀之气扩张 遇到枪洒落的至高纹理 将王宣淹没 层层保护 他很重视对面的敌手 别看本体没过来 但是 这意味着对方无法持久战 可能会孤注一掷 哄 接触即决战 汉道锤太猛了 直接轰杂过来 像是可以杂崩九重天 力道过于猛烈 规则至光沸腾 这片地带到处都是混沌 两件质宝激烈碰撞了 不知道多少次 直至分开 有些遗憾 这次夸界失败了 汉道锤后方 那道非常模糊的虚影 没怎么掺和 他只是在观察 你就是那个巨精 身体连着毅力空间池 即便不稳定 也能为我们所用啊 那道影子叹息 他们接收到模糊的信号 德西这边有艺人 他第一时间就想到 要将其控制起来 引大敌进入这片宇宙 而后猎杀 总体来说 他的思路和目 眼道等人一样 尤其是 刚才大持天刀暗中告知 对方的毅力输出很稳定 能长久供应超凡因子 他得西后 就更遗憾了 年轻人 我们合作吧 结盟 我可以以血骤起势 全力帮你突破 让你一路崛起 成为超凡中央世界的一方霸主 王轩不想听他多说 持枪向前逼去 再次和他死磕 早点打没了 早点放心 虽然猎先 诸神都在悲乎 皆在沉沦 愿这片大宇宙无情 要抹去所有超凡痕迹 但是现在王轩 却有点喜欢这方大世界了 没有宇宙的纠错 这些体验者一旦进来 简直不可想象 在如今 这片大环境下 现实纠错又封门 他持狱到枪 在这里可以成为蓝鹿虎 猎杀众多体验者 那黯淡的铜锤 是超凡中央世界 某一局部区域 共主一族持掌的围巾物品 被命名为汉道锤 确实有其过人之处 这件物品最辉煌时 打到界外 红穿偏远宇宙 被数件围巾物品围攻 而后又坠落进起源之海 却没有沉沦 他又冲出来了 击碎一件极其强大的圣物 轰灭一个非常强盛的族群 为体验者这个族群 赢得共主之位 保持统一地位很多年 再次见面 真身交手 汉道锤发出意识波动 然后符文瓦解了 全面崩开 宇宙裂缝中 混沌出现 刮起一股可怕的风暴 肆虐向外界 大量的探测器成为积粉 即便很远地带的 也出了故障 这个世界 终有一天会被打开 那道模糊的影子 说出最后一句话 也消散了 王轩手在这里没动 等待宇宙之门彻底封上 别临到胜利了 被对方最后一刻偷袭闯关 那撬开的丝丝缝隙 像是寒冬从暖瓶中 倒出来的热水 融化了地上的血 没有持续的热源涌来 又再次开始冰封 半截大翅天刀 发狂向里冲 残余的毅力沸腾 刚才趁乱吸收的 神话因子也在燃烧 他被堵在这里了 过不去的话 真跑不了 可是让他自爆 又不甘心 无论谁得到他 哪怕是63号初步炼化了他 也只是他生命中的过客 他的目标是 成为古今 黑暗天心那样 无法被人炼化 历经各大时代 都能僻逆诸超凡 中央世界的违禁物品 但是现在 他挣扎不动了 超物质枯竭 眼下他不可能 进入超凡大宇宙 渐渐随着通道闭合 而被压制在当中 王轩没出手 等待这次冰封后 对岸完全放弃 他才会去挖那把断刀 很久以后 当宇宙裂缝外 再次出现探测器时 王轩都没有动 一直在安静地守着 演到 63号 洛蒙都闭上了眼睛 充满失败感 贯穿两界通道 打开宇宙之门 彻底被终结了 而且 以后大概也没有机会了 除非超凡大宇宙那边 有接近古今的违禁物品 再加上汉道锤等 一起出手 才有可能再开道路 可是 上哪里去找 接近古今的圣物 那个级数不可被驱使 无法被掌控 真正可以违背 大宇宙规则 最后一把钥匙也失去了 穆涵怅然 古今 不用想了 现个技都惹出大祸来了 最让他们头疼的是 黑暗天星被惹怒了 现在像是一轮黑色的太阳 在那颗生命星球上悬浮着 到现在了 它都没落地 疑似在毁灭性所有体验者时 吸收了部分人神盒中的记忆 很快又冲着残余的据点去 逐一毁灭 这东西记仇 招来一场大祸 排名前几的违禁物品 能将混沌化为所需要的超凡力量 但它只是碎块啊 希望止步于那颗星球 别出来了 明轮有点担心 旧土时间一天一夜后 守了很久的王轩开始动手了 用一刀枪挖掘这片地带 你不要过来 断掉的大尺天刀 感觉刀生的天空是如此的灰暗 这个偏远宇宙的恶棍 真要俘虏它了 最为关键的是 对方会不会彻底毁掉它 嘿嘿 遇到枪怪笑 不用王轩怎么挥动 他就在兴奋地出力 交织出刺目的规则 我要自爆了 大尺天刀绝望了 你要是留下刀体 我允许你的意识离去 但也要主动消散 下一个神话时代再现 不然 我一定竭尽所能地捕捉你 让你形神俱灭 遇到枪发狠话 一番对峙 而后 质宝间符文闪烁 激烈地交流 王轩没听到 但是估计不是什么善良的言语 最后 大尺天刀的意识团挣脱了出去 砰的一声 在通道深处消散干净 他什么情况啊 王轩询问 如果没有古今这个集数的质宝 自冥冥中接引回归 他在这个神话时代 不会出现了 遇到枪告知 两节断刀没有毁掉 内部的至高纹理痕迹很清晰 这是大尺天刀留下的道之轨迹 遇到枪发光 从头到尾的观摩 研究 将那些印记 踏印在意识中 不久后 王轩带着机械小熊离开这里 在星空中搭上一艘顺风船 踏上龟城 没有得到羽化帆 那就将 这把大尺天刀 炼入第一杀阵途中 他向着目的地赶去 这把大尺天刀留下来